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,我们现在讲的是过门 那过门里面我们看一下骨的过门 它怎么是呈现 那基本上骨的过门大致上都会用 快速的敲捕或是连续的升级来做一个节奏的变化 那你可以看前面的 maker 里面 骨的部分啊他会有一分轮般的节奏跟过门的节奏 那我们来听一下他们之间的一些差异 我们随便找一个 那我们找一下鼓 鼓那边呢 给我一些声音 这个是法的声音 那这个是一般的字奏 好 那后面的时候是不是有听到连续的条件 这个就是过门 那我们简单的做一下 好 这几个都有内涵过门在里面 好 那我们来做一下 我们都知道他的节奏的过门在最后这几个小节 我们把这个先把它拉掉 好 这几个小节奏 我们简单的来做一下这一段 这个的差别是在于 这个都是一般的鞋奏 那这个是鞋奏后面这个地方的增加一个过分 要放大一点 好 你会发现这个波形 这里 他的速度就比较快 那大家来听一下这种 之后的关系 然后这边加上波 好 那这个呢就是在鞋上面所谓的 过分就是这一个连续的超级 那这个是在鞋上面 让大家了解一下鞋的部分之后呢 回来跟大家讲一下 在科学上面呢 我们怎么样透过一些中式鞋跟过分来 拿到一些选拟的变化 所以今天就有一个 简单的 小连续 看一下这边 那这个部分我已经先打好一个小节 就等下大家去进行一下 就是把这一份把它抓下来 就是这个是跟过分的 题目 那你下来之后呢 把这一份开起来 那应该把这样子 我们上礼拜一讲的是 就是一般的 就是三和弦 就是 和弦 也像我们今天讲的是分解和弦 好 那和弦里面的表达方式跟你的节奏会有关系 这个呢 叫做 我们的三和弦 那像都呢 我们把它裁减来之后啊 像这个一本是我们都一起发生吗 那如果我们把这一个 我们都把它分开来 变成 我把这一边 把这一边 这个呢是 桌 嗯 然后这一局是在我们的搜索位置 然后呢 再拉 然后这边再命 我们听一下这个 这个 所以他的感觉不太一样 那这个分解的方式 一样它还是跟着我们和弦内音 那什么叫做和弦内音呢 就是如果这个小节设计是要用锡和弦 锡和弦就是走的时候三个音 那和弦内音就是 你的节奏一定要发留在 一三五三个音上面 好那看你怎么样去表现它 那我今天这个练习就是要跟大家讲这件事情 我把这个先关掉 看一下今天这个分解和弦的节奏的练习 那这个是第一个小节 我拿 把CQA麦跟弦 E麦 就是我们的练习的这一个小节 跟大家讲 把弦放大一点 好 西游玦呢是我们做三个音马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节奏的内容 好 好 我们先把这些练习的练习 好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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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